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三角梅 还记得我去年秋天快要末尾的时候 进的这几颗粗的三角梅的杆子吗 当时跟大家说了 这个是三角梅安格斯 一个非常芹花的品种 当时栽种上缓苗成功了以后 它就出来几个花苞再开花 所以说它一般家庭养的话 都能够把它养开花 而且它的根系是非常发达的 我当时来的时候 根系上基本上没有根系 很少的那种毛细根 大家会说以为花苗不成功 都已经成活了 一共十颗 然后让我朋友前几天搬走了一颗 现在还剩下九颗都在那放着 长得特别的好 你看这种紫色是一种深紫的颜色 就是一种蓝紫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我说一下 一开始它刚长出芽子来 尽可能不要去频繁的给它打顶 长出芽子来以后 保留四五节叶片 然后给它打掉顶部 然后它会快速的去把根系长好 等它根系长好了以后 它就会快速的去长叶片 我冬季温度比较低 所以它没有生长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快速的生长的阶段了 而且在开花了 我正好让它开出花来 给大家看一下 再说一下怎么修剪 修剪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要去给它留一个 它下边有一个大的主干 要留一个大的头 所以说底部的这些没用的枝条 就要给它剪掉 剪掉以后 如果说你有愈合剂的话 枝条比较粗的话 通过点愈合剂 防止伤口底部出现回抽 或者留下难看的疤 然后长的枝条给它短节就行了 根据您的蜘蛛形体 然后给它剪短 您可以保留三节 也可以保留两节 顶部的枝条 因为它长长了非常难看 你可以保留两节叶片就行了 然后直接给它剪掉 如果说您的再开花 可以开完花以后再去给它修剪 给它修剪完成了以后 就要去给它用肥料了 盆土的表面要撒上多元素的款式肥料 因为它的根系 现在没有彻底的长好 可以间隔两个月给它撒一次 当然了您也可以给它埋到盆土里边 覆盖起来 这样它也能够吸收非常的好 再一个不想让它开花的话 就要去给它用蛋元素维股的肥料 比如花多多的十号 我们直接对水一笔八百或者一笔千的比例 然后直接浇到盆土里边去 一个月三到四次 这样它就能够快速的去长枝条 我们再去通过修剪 枝条逐渐的老化 而且长出足够多的侧芽来 达到一定灌浮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补充什么呢 补充磷甲肥料 比如磷酸二斤甲 直接一个月给它三到四次 这样再去放到光照最充足的地方去 这个品种您就不用去给它去控水了 它自然而然就能够开爆花 如果光照好 施肥根上 尽可能就是盆土干透的时候 就是干到一半的时候 再给它浇透水 它就能够自然的去开花 一年四季都开花 养这个品种和三角枚 您绝对能够养开花 就这么简单 操作就这么简单 好了 今天就是给大家教个作业 说一下怎么去修剪 怎么去施肥 让它开花 不需要控水 这个品种根本不需要控水 好了 大家好 我是小琪 今天呢 再给大家介绍一款饭鸟梅 这个品种叫做什么呢 叫做浅茄 浅是浅颜色的浅 茄是茄子的茄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它的花开的颜色 就是茄子的颜色 然后变浅了 有一种粉 然后有一种紫的感觉 初开的时候 粉颜色会深一点 但是开起来了以后 它的粉颜色就会变为一种淡紫色的颜色 但是前提必须要有一个强光照的环境 光照越强 颜色变得会越好 花开的越大 它开花开的性能非常的多 而且开的花是比较大的 比一般的三角梅开花 开的要大 花瓣要长 而且花量也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是一个疯子 为什么说是一个疯子呢 因为它就跟我们养的绿叶大红 小叶子之类的品种一样 如果您浇水充足的话 它的枝条会疯长 所以说必须要控水 控制株形 才能够让它开的花开的好 如果说您在家庭养 一直不管呢 一直配土比较淤积的话 它不会死掉 但是呢会长得非常的快 你在家庭养 很快就能长成一个大树 但是想要让它开花 必须要通过控水 怎么去控水呢 小齐说过多少次了 就是盆土干了 叶片打粘了以后 然后呢 再去浇上一点水 这样持续最多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它的叶片顶端 或者是叶片 浸杆之间 就会长出花芽来 然后开花 所以说一定要控水 带一个食肥药跟上 盆土的表面要撒上 奥利A2的环式肥料 磷甲元素为主的肥料 长时间补充的 带一个一个月 三到四次的磷酸二氢甲补充 促进它去把花芽分化出来 什么时候花苞长出来了 停止使用磷酸二氢甲就可以了 让它安稳的 把这一茬花开完 这一茬花要开完的话 大约能够开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开花非常漂亮 既大颜色又好看 我觉得这一款是颜色最好看的一种 但是需要去控水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啰嗦这么多 如果想看工作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琪 最近好多花友让我说一下三角梅 说一下三角梅的品种 因为小琪养的三角梅品种也比较多 但是现在小琪因为有时间了 身体好了 也逐渐的去说一下 去收集一下三角梅的品种 小琪买到什么品种了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这些三角梅品种的特性 开花的性 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去学习一下 我面前的这一盆是塔黄 它开花是黄颜色的 像一层一层的塔 因为它的花是从它的这个叶柄之间 然后长出来 然后一个花出来以后 上面挂着几个花 这样一层一层 然后感觉就像一个宝塔一样 所以说叫做塔黄 它开花是黄颜色的 但是它开花有一个特性 底下的老枝上基本上不会开花了 就会从顶部 特别是新长出来的芽子上开花 这样就造成了 我们开完花以后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剪掉 把新的 把老的枝条短节 让它出来新的枝条 然后越开才能够越多 养它一定要放到光导冲股的地方去 它开花的性能强 一般情况下 一年能够开两季 分为春季和秋季 开花是对它最好看的 如果你冬季温度高的话 也能够开一茬 给它一定要施肥根上 盆子的表面去搭上 多元素的还施肥量 这样一直保持着盆子的持久供应 再一个 想让它开花 看着枝条老化了 看着我们修剪完成了以后 去给它用磷酸二星钢 磷酸二星钢 一个月给它用多少呢 一个月给它用两到三次 这样就能够促进它 快速的把花苞长出来 然后保证盆土干透 给它浇透水 它才会出来足够多的花 然后开花 现在这个是刚刚买到的小的苗子 我有塔城 有塔瓷 还有其他的 但是没有塔黄 这次买了以后 等它养开花了 大家单独的给大家做个视频 看一下 到底好看不好看 您就知道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小小奇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奇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小红雀 小红雀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鸟 而是一种三角莓的品种 三角莓品种中的小红雀和大红雀 它是一种开花性能比较强的 就是一款三角莓了 它开花的颜色属于一个番茄红的颜色 后期会逐渐的有一种渐变的感觉 开花它的花瓣是很不规整的 非常的好看 而且开花的性能非常的强大 它开花枝条是比较软的 然后枝条全部伸展开 算是一个比较好养 开花比较勤的品种 我们即使不去控水的话 也能够开花 这个品种呢 小奇也没有 也是刚刚入手的 所以说拿来给大家说一下 小红雀呢 有一个好处 想要它开花勤呢 只要光照冲突就可以了 放到光照冲突的地方去 开出来的花是非常周正的 到时候呢 开花的时候 我给大家再说做视频说一下 这是刚刚入手的一科 再说一下怎么去给它施肥 它对肥料要求就是 盆土的表面要撒着多元素的黄石肥料 这样能够均衡的去补充 让它不断的长叶片 不断的长枝条 洗个盆 给它撒上二三十粒就可以了 撒上以后 可以让土稍微的覆盖一下 然后呢 浇水的原则就是 盆土干到一半 直接给它浇头水 你不懂掌控的话 像我这样去用这种 瓦盆的话 用手摸一下 有湿度就不要浇水 然后呢 抠一下 如果说底下是干的 然后接着浇水就行了 经常性用什么浇灌呢 零蒜二清讲 在光照冲突的前提下 一个月三到四次 什么时候看到它顶部 这条上长出花来了 您就可以去停止 使用零蒜二清讲了 它开花是从新的枝条上 长上一段距离 然后再开花 它不是说 直接长出来就是花苞 因为它是开花性能比较强的 在不断长枝条的过程中 不断开花 所以说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小七 现在翻角为品种比较多 如果说小七没有的品种 同间的拿上去买上一种 会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栽种 包括怎么去吃肥 以及品种的简单介绍 开花了以后 跟着小七去欣赏 开花的照片 好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小小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七 还记得我做的 悬崖桩的三角梅吗 就是这一颗 开完花了以后 一直没修剪 看枝条长得这么长了 所以说 要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修剪 这一颗是从一根枝条 扇插上以后 长出芽来以后 我保留着芽子 然后让它去形成的 一个悬崖桩子 然后通过捆扎的方式 大约是经历了 四年的时间了吧 细细的枝条 然后变得这么粗壮了 然后整个形体也出来了 我教一下大家 怎么去修剪 首先说一下 它开完花 都会有残留的花柄 你要让它自己干了也行 然后看着 提前给它剪掉也行 一定要就这一点 这再一个 根据它的形体 然后把它的枝条 适当的短节 你看这些枝条了吗 很长很长的 本身我们是要按照 这个悬崖桩子走的 如果你不剪掉的话 直接保留着 就会越长越难看 没有形体了 然后这一颗 已经伸出来的 可以给它剪短一点 好 剪短一点 根据它的长度 然后只要剪短 它的三角没有一个好处 它只要有牙点 它就会往外萌发新芽 无论是你之前 抹过牙子也好 它都是会直接 长出牙子来的 所以说您不要怕修剪 它是比非常耐修剪的 这些长的枝条 都要给它剪一下 让它去萌发出新芽来 这些牙子 我一开始没有管它 然后直接长得这么高了 一般情况下 我会保留一截 因为我这一颗是悬崖桩 有一个整个的形体了 保留太长 越长越长 整个形体就难看了 我因为我要的目的是 让它的底下的主干越来越粗 这些保留的主干越来越粗 所以说只能去通过修剪 然后控形到时候开花的时候 一次就能够直接 还是原来的心体开爆 这个品种是比较懒的品种 所以说要通过强修剪 有的时候不开花的时候 出来牙子以后即使地剪掉 出来牙子以后即使地剪掉 一定要不要不舍得修剪 你修剪的越过越勤 它长得枝条会越粗 到了开花的季节 能够开花的时候 开的花才会越多 枝条越来越多 长得就不好看了 再一个 我这个已经两年没有给它换盆了 我们可以给它扎点这种的 有机菌肥扎到土里去 给它盖一下 然后混合一下 能够调节一下土壤 增加根系的吸收功能 不然的话 长时间开花 长时间修剪的话 会导致它整个蜘蛛的死掉 看看秋季的时候有功夫 我再给它换一下盆 大体的修剪方法就是这样 一定要记住 这些顶牙可以直接给它掐一下 保留原来的形体 把花柄剪掉 长枝条短节 交叉的枝条给它剪掉就行了 这是对于一个盆景装来说的 不要让它长长了 长长了就非常难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各种养花视频 麻烦关注一下小期 谢谢大家